民进党当局蓄意地将台湾民众使用的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 普通话 划分为所谓的本土和外来 实际上是包藏着他们处心积虑的去中国化的祸心 事实上台湾地区的闽南语客家化都是汉语的方言 是汉语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地域性的分支或者变体 由福建广东地区的先名带到台湾地区 大家知道我是广东美洲的客家人 我讲的客家话 台湾的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屏东、高雄的客家人都是能够听得懂的 所以我就希望有机会去台湾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屏东 面对面交流 任何人企图利用语言作为工具 改变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、中华民族认同 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各个联合国家人,苗栗、屏东、家人都接着 历史中华民族作为工具 diplom健康,精湾讲,中华民族计划